腾讯体育10月12日 初登的假设不可挡的胖克阿尔卡塞尔 毁西班牙队同样让他喊人 对雷威尔是梅卡尔度 俱乐部加国家对境五战 他九次设征连辱九球 平均27分钟斩获一球 老东叫巴萨就尴尬了 主套苏亚雷斯以球荒六场 西班牙最单红射手帕克没开二度 加蒙多特蒙德后帕克发挥出色 德甲没一次首发 却连辱六球领跑射手榜 令恩里克光目相看 恩帅之叫巴萨时 帕克只是成规替补 可后者绿德后火爆状态 足以说服老上司再给一次首发机会 法伦西亚人也招出机会 没开二度玩报威尔士 每日体育报平八分 当之无愧全场最佳 首球展现帕克精湛射手 与超凡自信 萨乌尔不顺停下队友加亚远射 帕克二话不说转身就车 球速飞快 几乎铁横梁入王 威尔士过门哼内心飞神扑酒 却连球皮都没摸到 若非再多特进球如麻 很难想象之前哭坐巴塞板凳两年的他 能有这等爆炸般的自信 战至半小时 帕克又建议攻 抓住对手减为犯错机会门前抢射 自2015年对雷乌尊宝的欧洲被预选赛后 深调第二次国家队没开二度 北赛基帕克为国家队俱乐部出场五次 仅三次首发 却打入九球 平均27.1分钟斩获一球 五大连赛无人有如此惊人进球率 其中德加替补助站三次累计81分钟 便斩获六球 而大人王爬来万出站五 29分钟 时间是其六倍多 进球也只三球 产量仅为其一半 帕克在国家队俱乐部 仅九四是中球门范围的打门 全场化为进球 效率之高让人叹为官职 图片报披露 多特将提前买断帕克 2100万欧元定额加500万浮动 后者也表态变成 刘威斯特把伦 数罗死人罗活 他离开巴萨馆就职业生涯 多特也在奥巴梅亚人队半年后 又密的高效杀手 尴尬的是巴萨 即将成德甲射手王 本队在西甲射手榜前时却仅没吸引人 苏亚雷斯 进球皇一打六场 另一边 苏亚雷斯已经六场球荒 帕克为国出站十四场 776分钟 八球一助攻 比起二十四战一千六百五十五分钟 十九二助攻的迭格科斯塔 二十四战一千三百四十分钟 十三球三助攻的莫拉塔 不遑多让 帕克还唱二球 便超越九球的加斯帕尔卢维奥 成国家队是上进球最多的瓦伦西亚人 比起竞争对手莫拉塔此一评中表现 帕克无一战绩上风 当然考虑到一年前 莫拉塔出的英超 也很壮大火爆连续进球 帕克要成国家队场被军 还得努力将状态稳定下来 保持较高进球率 毕竟平均二十七分钟一球的神效率 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哭哭 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